大家看看 红仲秋案件发展到现在 已经进入23天了 现在有结果吗 目前看来还是没有结果 到了礼拜五这个晚上的时候 马总统不是说礼拜五的时候 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有交代吗 还是没有交代呀 但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西先生在我的旁边 因为西先生他在 269旅的紧闭室里面待过 我要来问问看西先生 这个红仲秋啊 他当时跟你一样 关在这269旅的紧闭室里面 他有没有受到一些刁难 有因为陈奕迅管理室啊 他是还有陈家强管理室 他对体能方面及 我们的基本教育的动作 都很严苛的要求 所以因为红仲秋他体能 本来就很不好 而且他体型又 没办法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 所以他做上体能的话 一定没办法说很完整的 很标准的去做完这些 但是陈奕迅管理室 他就是那种 不把你操死那种感觉 就是不会罢休 所以他就特别会跑去他旁边去 对他做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刁难 是怎么样的刁难法 就是他会 脚放在他的 因为做伏地挺身嘛 他会脚放在他的腹部下面 就是要他不要去顶到 一顶到他就开始疯狂干脚 但他体重比较重 伏地挺身做的次数来说 当然就相对的不会比较多了 没有 一样 一样那么多哦 一样 而且洪仲丘 他的 我发现他是一个蛮正向的人 他就算今天他有反应没有成功 他还是会把他 努力把他做完 对 那其他方面来说 还有没有各方面的刁难方式 就像是他 有时候晚上我们写心得吧 他只要写字太早 或者是他的文章啊 偏离主题 嗯 就会被撕掉 叫他重写 什么 直接撕掉啊 对 那就叫他重写 没错 晚上的时候 对 但如果到了旧情时刻 还要继续写下去吗 没错 就是要继续写下去 那万一我写到了晚上十一二点 我还得继续写啊 嗯 没错 要花自己的时间 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在操课的时间 去写那些东西 那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得好不好 睡得很不好 非常不好 因为又没有电伤 又没冷气 而且又密不通风 嗯 对啊 所以那个窗户呢 很高 根本就没有作用 哦 紧闭式的窗户没有作用 根本完全 所以完全密不通风 没错 所以在里面也睡不好 很难睡 嗯 对啊 但在里面的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看到洪仲秋 他晚上睡觉状况了 就是他会一直抱怨 嗯 而且他晚上睡不好 而且会抱怨说 门啊 嗯 因为他们那个管理室啊 接护士他们安关要交接 他们门都关得很大声 嗯 我们都会被半夜被吓起 哦 所以关起门什么声音都 叮叮叮叮的 会让你们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 对 没错 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是 范左仙 是 你有没有看过他 有 你有看过 有 你怎么认得他 他 他那天来 而且他的外表很 很显眼 很让人家去注意他 嗯 这个人 因为他感觉就很心机 蛮 蛮 所以你说他那个长相 你一看到你就认得他了 对 没错 嗯 那你看到他 他当时来看洪仲秋吗 没错 因为我们当 就是禁闭生啊 一个礼拜 起码单位要派一次长官来做约谈 像我们长官也有来做过约谈 后来当天就有看到范左仙 及他们的那个辅导长来约谈 对他们约谈 对 就到禁闭市 两六九里禁闭市来跟他约谈就对了 是 那天因为范左仙跟他们的辅导长有来 后来 因为来做约谈嘛 我们都会知道 因为就是每个单位就一定要派长官来做约谈 后来 我们也看到那是洪仲秋的长官嘛 就是也不会想说他有没有什么 就是多大的牵扯关系 是看到新闻才想到这么多 可是我记得当下的那些那天的状况 我们那时候还在操课 后来洪仲秋及范左仙他们在约谈 但是我发现啊 范左仙的眼神 他不断地在看我们的操课 根本就没在看红中秋对他的那个诉苦之类的那些言语 你的意思说范左仙在当时是在看着你们这些紧闭声怎么样操课法 没错 所以他的眼睛是在到处飘吗 对 没错 那态度呢 讲话的态度你看起来呢 我没有 就是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退化 因为我们在下面操课 对啊 我只我感觉上他根本就不不是来关切他在里面的生活状况 而只是来看他是不是有没有被操的怎样 对啊 感觉上 没错 没有太大的诚意就对了 对没有很大 那我问你们 你们在这个紧闭室里面 操课的方式除了基本教练 除了这些个 一些基本的体能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们体能觉得很大的负荷 有就是 就是我们要做一项体能就是陈奕迅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哦 陈奕迅还会研发体能哦 对 哦 这么厉害啊 他是说什么叫波比巴士 嗯 波比巴士 对 怎么样波比巴士 感觉上就是那种 伏力挺身的加强版 哦 伏力挺身加强版 我可以现场表演 好 你来示范一下 是 就这样 他会教我们马上就是做伏力挺身姿势 后来之后马上 下去 后来再起来 再直接跳跃 哦 再直接跳跃 没错 那连续动作你们做一下看看 连续做动作就是 一 二 这样很累耶 很累 没错 而且又是在太阳底下做 但你们通常这样子做几下 五十下三轮 五十下三轮 那岂不是加起来就一百五十下了 对 这么多 一个下午而已 就是一个操课体能就要做一百五十下 所以 也就是说我一个下午的课程 我就是这样做这个BOBBY巴士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单单只做这一项 嗯 我们还要做其他的 还要做其他的 三十四度的高温 太阳高高挂 就在户外这样做 没错 那 红仲丘也跟着做吗 跟着做 嗯 那如果他做的这种 五十下一个轮回 一个cycle的话 三次一共一百五 那红仲丘做得到一百五吗 就算他 没办法做 他还是坚持把它做完 因为他没办法 做不完 因为陈奕迅会盯着他 会盯着他做 好来 你看着我们的画面 这画面上面就是 你们所待的紧闭室吗 没错 那你注意到 这个是立法委员 已经进去看的紧闭室哦 是 你看看这紧闭室 现在的整个陈设 跟你们当时在里面的陈设 是同样的吗 嗯 没错 是一样的 有没有做一些改变 这边 这间是我睡的地方 哦 这一间就是你睡的 对 他没有做改变 所以墙上的那些 户的电子软电 都是 跟包含了一些贴的那些 这个箭头 也都是一样的 没有 箭头是多家的 哦 箭头是多家 那你现在看这紧闭室的 哪个地方 毁过室 对 那是红中秋他所住的地方 你说那间小的毁过室 就是红中秋住的那间哦 没错 所以那间毁过室 会比你这间住的要小一点 小太多了 对 这是你们的操电操场吗 没错 那外面这几台机器 是什么机器 你说那个旁边的那个吗 对 那是灯柱 哦 那个是灯柱 是 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操课就对了 没错 那你 以你看这些立法委员 到了那个现场 你看这我们所拍摄出来的 立委他们所拍摄出来的画面 里面的部分 有没有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基本上来都没有做改变 都没有做改变 多了那个箭头 嗯 所以就是指多了这个箭头 是 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 这西先生 他在这269旅的紧闭室里面待过 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紧闭室里面的课程跟状况 超过了34度的高温 一样要跳那BOBBY巴士 你想想看 你在家里 你可以吹着冷气跳 一次的轮回是cycle 是50 一次是50次 一共要跳三个轮回 你看看这么高温之下 这样子做体能 你觉得适合吗 但是呢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 这洪仲秋进到了269旅的紧闭室里面 为什么他会进去 而其中的问题点 又在哪些地方 可是呢 现在的灭阵计划 仍然在进行当中 而未来的案件 又要怎么样的侦办下去呢 有话 现在就要来告诉你一些秘心啊 我们看战情是偷偷摸摸的秘密 我可以跟告诉各位 当洪仲秋那些不幸往生以后 三个旅的旅长 齐聚了269旅 等一下 三个旅哦 旅长哦 对 那部分旅的高层官员 曾经看过了一些录影带 那这些录影带 究竟是不是洪仲秋或者是操练他们的 我的查证 的的确确是有做极为不人道的操练动作 极为不人道的操练动作 那当时几个旅的都看完了以后 他们认为只有一点 说这一些如果全部让他公布出来的话 会影响军方在社会的观感 其次 其次第二个 有 今天西先生在 我能不能问你一句 有没有操到吐的现象 一定有 有没有 有 有对不对 没错 一定有操到吐的现象 对 我就有这个 那个亲身体验的感觉 嗯 没错 就是被操到你整个吐出来 各位观众 那我不认识西先生 我今天是第一次跟他见面 看过影带的跟我讲 有操到吐 除了操到吐以外 还有极其残忍的像包含 就是那个是 那个是不叫道立 不像道立又是道立的那种操法 有没有 站在墙壁上面的那种操法 有 有没有 有 你能不能示范一下 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讲 他是看过影带的人 他说墙壁的动作也极为震撼 吐的动作也极为震撼 然后也操到尿尿的状况 有没有 尿尿的有没有 尿尿的状况 对 失禁 失禁 失禁是 我是没有听他们去反应 那你先墙壁的动作 他那种这样子的那个动作 你会不会 你说 他被罚了那个 对 他那个动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没有到达标准 他怎么处罚你的 就是他 半蹲嘛 后来贴在墙壁 对 把他两只手举起来 对 后来把书放在他的脚上面 各位 两手举起来 也就是说 要半蹲的姿势 你能不能示范一下 看看那个姿势 举例我后面是墙壁的话 就是要整个半蹲 然后后来 腰要挺直在靠 不是不能靠在墙壁上 哦 不能靠墙壁 对 也就是后面 贴近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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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不能靠在墙壁 所以你要这样子 蹲马步的姿势吗 对 而且脚要90度 对 脚要90度 不能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要几乎90度的姿势 对 我相信没有人做得出来吧 那 所以这样子 有要你们去做 有没有这个动作 有这个动作 有没有 没错 那证明 我那个朋友 是看过录影带的 我的朋友 既然他看过录影带 他事后 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这些动作 通通通公租于世的话 除了洪仲秋家属 会受不了以外 那更重要的 天下父母亲看了 一定会影响国君的形象 我跟他之间没有套招 这些我都知道 我可以证明 我可以证明 你们可不可以证明 因为今天 新先生在进到我们的摄影棚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 所有的来宾根本都没有跟他见过面 还有一个 我也从来没讲这一段 对不对 报纸有没有报道过 各位证明一下 也没有报道 操到兔 然后那个很难的动作 就是那我刚刚讲的那个 然后就是像倒立不像倒立 然后贴那个墙壁 不像贴那个墙壁的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操的 是陈玉勋 还是 不是理念主 理念主不会 不会这一套 应该 我在名单上面看的 是不是陈家祥 没错 就是陈家祥 对不对 没错 我陈家祥不认识他哦 我陈家祥不认识他哦 是不是他 没错 就是他 是他发明这一招 对不对 他最喜欢玩弄人家这一招 各位 我商友好我都知道 是我朋友跟我讲的 军方没有看过这些影带吗 军方一定有看过这些影带 他才制定了一个灭阵计划 就是说这个灭阵计划 国防部长知不知道 我现在跟各位报告 就是因为这些画面极为残忍 几个旅长看完以后 然后向上级请示 上级也派了一个将领 到了 到了 二六九旅 二六九旅一看以后 他再向上请示 说如果这些影带 伴随洪仲秋的史公布的话 台湾军人的尊严 台湾军人的尊严 一系之间都会被瓦解 这些内容我从来我都没有讲过 我的朋友已经跟我讲了 将近一个礼拜 就是从礼拜天算起的话 将近一个礼拜 因为 无论是任何人没有帮我 那个办法帮我证实 稀可以 况且那我讲这个动作 是很特殊的动作 我从来我都不讲 今天我第一次讲 就证明军方的确是有人看过了影带 也续意的删除 所以我才会说 灭阵五人主 好灭阵五人主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他就涉及了一个问题 既然是有人下令要灭阵的话 我想请问高部长 高部长你要不要负责 高部长很会提拔他的学生 当他学生看了影带以后 他把他删掉 他会把这个法律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就不可说的秘密 偷偷摸摸的秘密 然后 为什么陆军总部跟参谋本部会发生冲突 就是影带要不要灭阵 所以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如果影带能够复原的话 台湾人民对于我们军方威武英勇的形象 还有军中的人权问题 会感到失望透顶 台湾人民真的失望了吗 真的是失望了 看到许许多多的一些掩饰 许许多多的一些掩盖 但是呢 所有的讯息 所有的消息 我们新闻龙卷风会继续追寻下去 所以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更多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